能做有用的人又或者是对这个社会付出一己之力 陈玉磊 马来西亚人即将受证成为慈悸委员 他提早来台 不为别的就先到大龄慈悸医院担任志工 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慈悸是当初姐姐罹患血癌 志工的关怀他一直记在心中 在志工教导下 陈玉磊认真学习按摩技巧 这是他第一次到医院当志工 这趟医疗志工行陈玉磊可是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 对于医院他并不陌生 因为他自己曾多次进出医院手术外 更曾经捐赠骨髓救治罹患血癌的姐姐 而当年的医药费还是因为有众人的爱 他才能够完成救姐姐的心愿 我们也是等报纸叫人家捐款给我们 短短两个月我们就收到这些捐款 医疗志工就走 应该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消息 然后医疗志工就过来做家访 手术后志工主动前来关怀 这份感动陈玉磊一直记在心中 也因此加入医疗志工 我家了医疗志工 以前我很自作很多东西都自作 然后也很多东西都很洁癖 我组长跟我讲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在这些洁癖的地方去做比较有意义的付出 更多时间去帮助人比较更有意义 11月陈玉磊即将受证成为此季委员 而他也希望回到马来西亚后 能够将做志工的心得运用在当地 正正承担起此季家业的使命 当然新闻吴玉磊 林新宏嘉义大令报道 神洪嘉义大令报道 人物墨大令报道 于永老刑